公英的维安工作出现漏洞 让台湾的警政单位绷紧神经 虽然安全局又等到11月21号 候选人完成登记后 才会派遣特勤人员贴身防护 不过特勤实地的演练计划 早在6月就开始启动 每一位随护都是无意高强 过肩摔 侧摔 把敌人制服在地 这些高难度的武术训练 是台湾领导人特勤随护的必备要素 尤其晋升防卫术 功力几乎登峰造极 神准枪法同样少不了 遇到匪徒袭击力求最快速反制 加上精准的跳伞 防爆 攀奖训练 一名特勤随护从无到有得花上8年时间 他的基本的功夫好 枪法好 思想 品德的考核都没有问题 家庭的状况 身心状况很稳定 他才会被推荐到去当思维 服务男性候选人 这些标情大汉没问题 但遇上蔡英文这类型的女性候选人 就必须仰赖贴身女随护 身法同样俐落 负责联系通报 因为他主要是去陪伴候选人 陪伴这个女性的随护对象 他知道他的其他的人员在哪里 怎么样子告诉人家有状况发生了 那么资源立刻来 不分性别年龄 只要完成登记 成为台湾领导人候选人 这些特勤猛将 只为全天候贴身跟随 不仅是保护准领导人的安全 更扮演着稳定台湾选情的重要角色 澳大卫曾经好处造龙 台北报道